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呢 说每一个人都想创业 谁都想飞黄腾达 谁不想飞黄腾达 而且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平凡的人生 都认为自己说能光中耀祖 不然的话 这个人为什么要去奋斗努力学习啊 对吧 首先我们说想光中耀祖 说是一个不平凡的人生 先看看他学历啊 对吧 我们看他的父母功 父母功临在第一得阅令 所以说他的学历其实还是蛮高的 然后呢 我们看有害 隐与害相合 水来生目 然后这是 但是呢 有一样 他的运功呢 我们说运在更工 更工的小孩的人也确实挺不错 挺实在一个人 中共呢 进入这个空工之行 他是非常适合于搞技术专研 但是呢 如果他这个空工技术搞专研 如果他运功望向 财功望向 事业功望向的话 他这一生能得志 否则呢 他就是属于那种有志难成 起码说 我不说以后如何 但是起码说现在的这个星辰进入了他的运气的工位 是银石啊 银石三点到五点刚刚蒙蒙亮啊 对吧 所以说他的人生不会说 起码说现在是碌碌无名 有点光亮 比如说这小男孩不错吧 未来前途很好 但是没有大碗 当然我们看看他的财功 对吧 首先第一点说他志在运呢 志在运天干克克他呀 天干克他 虽然得令啊 他自己克自己呀 然后呢 我们看说 亥与银相和来生的 他挺走实运的 别忘了 天干还是克他呀 这就致死了说 第一 不得阅令 也算得阅令 但是填不住他 第二呢 说得时运 但是天也不住他 太岁呢 说他总想去逆天而行啊 然后像这样的小孩 他一定身怀大志 我们说什么呢 运功是五星 五星飞出来了 所以说一般来说 我们说手底下是不留这样的人 为什么不留这样的 你说师父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 不是不是好士兵吗 道理是这么回事 但是回头我再告诉你 说因为他中共有二星 他喜欢研研 他喜欢研究 他喜欢研究一切呀 什么都喜欢研究 自己的学术也喜欢研究 别人的学术也喜欢研究 而且他喜欢探讨 喜欢探讨自己的人生 他同样也喜欢探讨别人的人生 再加上他中共二星威运固执 他不愿意让人说 不愿意让人管呢 而且运功将帅之星 在五星内 他经常属于那种自我为事的 那么一种感觉 说白了 自大 这种感觉将来会成为 他势头里面的一个 一大障碍和一大阻碍 没人愿意和自大的人 在一起交往 没人愿意跟天天研究你的人 在一起交往 所以说这都是将来 他的一个弊病 但是我们不能说 他愿意研究人 愿意研究学术 他人就不好 人绝对是一个好人 而且还是很实在一个人 这其一 其二呢 我们看看他的财 对吧 他的财里面近三星 财功近三星 在太阳 他涨不下钱 我们看说他虚土 第一 年月日时不见虚土 那我们看太岁什么 太岁是住他 暗刻里面的金 天干住他 虽然说太岁帮他 他将来也不会去捡 而且呢 我们再看一看说 他年月日时 现在已经现虚土了 这说明他现在 已经有赚钱的能力 而且呢 现在的财运来讲 我们还说是不错的 第一 他的运去贡献了 这是眼前 为什么说这是拔字里 他没有拔字里运 但是拔字里没现事业 你能说他没有事业吗 对吧 但是他的这个年月日时 已经下了 现财了 说明火来生土 他是能赚钱 能赚钱是能赚钱的 因为他虚土里藏金 这点金 火还要克金 他安地里花 这钱都花哪去了 其实他也不知道 他可能是说 正在创业的期间 然后有的时候 跟朋友聚在一起 吃吃喝喝 因为这里毕竟是有水晶嘛 对吧 这是属于其一 其二呢 有个尘来冲啊 冲他什么呢 冲他的财 冲他的财里面是天干 施住啊 那么这就说明 可能呢 有人要找他创业 尤其是今年 那我们看看 他对关禄这一生说 能不能有成就 他是 因物虚合的是什么局呢 山合局是合的是火局 火局是关禄啊 关禄他一定想要功成名就 一定想要自立为王 也就是说 但是呢 他这一生我们看了 说金星进到珍珠的一门 金星本身就是财宝 进到了关禄宫里面呢 也就是说 他还是非常有潜力 成为这个 企业的老总啊 老板啊 但是他不会走这个什么运 他不会走仕途运 他某大信是说 能当企业的一个领导 但是呢 他会赚钱 有人说呢 似乎你不是说这个 这个银务虚 关禄宫在这个珍珠门一般都是走 走这个关禄运吗 他特殊 因为他的金星跑到了关禄宫 关禄宫的六项是财宫 所以说他只想发财啊 他无形去走这个仕途运了 这是其一 其二呢 我们看说他的关禄宫 关禄宫他有银有虚 现在就缺武了 武一到位就好了 那武是什么时候呢 我们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还有八年呢 所以说他相当于奋斗到三十七八岁的时候 他一定会功成名就 但是他的挂箱是很奇怪啊 他要只献鸳鸯不献仙的话 他的事业不可能会有成就 女人是他将来最大的一个大案 为什么呢 他的日照是任职水 水星太旺的人 他把思想都放到 只献鸳鸯 不献仙了 为什么呢 他将来要遇情节啊 我们说了 说配偶宫里进桃花行 这小小的是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车见 车爆太阳 他就犯桃花呀 喜欢他的小女孩就会特别多呀 那我们说了 任水天开地之一顺 犯水桃花呀 所以说无论是他结婚和没结婚 他的异性缘桃花缘都会不断的 尤其是今年明年后年这亥水之年 水星这么旺 也正是他走桃花运的时候 那我们说了 他什么时候会结婚呢 恐怕他很难有完婚的性质 为什么呢 他就出的相 出的相只为相害 交友 就只出的相交朋友 然后分开 出的相交朋友分开 他就是我们讲了 说婚姻很难稳定下来 他有害有子缺什么 害子丑啊 要是说丑一线了 他的婚姻才能稳定 他在结婚的年可能会在这丑年 他无论是结不结婚 婚后 这也是一个桃花的主 走到哪里都会有人喜欢有人爱 总体来说呢 他今年是亥水生一幕 他今年开始走运气 开始忘了 大概呢 他的 这是这个事业上呢 适不适合做老板呢 适合等待天时的来临 我们下期待